今天晚上我们来回答问题 看看这里 第一个问题 真空妙游 妙游就是有西方极乐世界吗? 什么是念佛到功夫成片? 真空妙游是大乘元顿的了义 真空就是主法的实相 妙游就是由实相缘起的境界 所以长章就另外一个表说 就是第一异地妙境界相 那为什么叫真空呢? 是这个空不是断空不是顽空 它是包含着有的空 叫既有之空为真空 那这个有呢不是假有 它是积空之有 叫妙游 那这个妙游 真空妙游就是主法的实相了 就是离一切相及切法 信空缘起信空 那这个妙游在净土法门当中 就特指西方极乐世界 但它这个妙游不仅仅是净土法门的专用词 其他的净土它也可以成为妙游 这个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 奇妙的意思 因为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切正主法的实相 由他四十八大院的院里做引导 无量节极功累得修行所流现出来的这个境界 念佛什么是功夫成片 这个功夫成片的早期的是专制参禅 中文下用的 如果他对一个公案一个话头起了疑情 疑情之后能够把住这个话头 能够颅毛补俗 这个念念都能够守住 这个就是叫功夫落堂了 功夫成片了 那功夫成片这个疑 大疑就生起来之后 他一定是实不知实 做不知做 就是这个话头的疑情 横在他心中 那这个这种样子 他一定会最终能够开悟的 那在净土法门 引用到净土法门呢 你就很难说功夫成片是什么情况 一般来说你具足信愿 心不离佛 佛不离心 一佛念佛大概就有点功夫 不会被这个念头 把这个妄想念头把佛号赶跑 那功夫成片 有时候我们念的自成恳切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呢 可能会短暂的 会觉得这佛号比较清净 没有妄念作为背景 这是如果你这佛号都是很清净 清明状态 这也有点感觉到是功夫成片的样子 那这个净土法门 谈这个功夫 一般就谈示意性不乱和理性不乱了 那这个标准都很高 如果用天台家的说法 示意性不乱是 这个符断见识祸 符住和断见识祸 那这个水平都是阿罗汉的水平 理性不乱呢 是要这个清断成杀 清断成杀进一步符 符断无名祸 断无名 断一品无名 你才能谈得上理性不乱 这个可能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一般都没有这个水平了 可能我们现在就是恳切念佛 这个自诚恳切感同佛力 这个待一往生的水平 何谓恕而不作 怎样才能住到闲而有德 实相念佛怎么念 明晚又该诵戒了 前一次是弟子们自己组织在书舍里学习的 这次来的师父们比较多 书舍里已不方便了 请请慈悲 常住能给弟子们提供一个诵戒的常属 感恩不尽 恕而不作 就是一般 这是鲁家的一个观点 孔子他就是这么一个学问的态度 就是作者是圣人 素者是贤者 孔子自己所示现的就是祖术遥训 这个显章文武 他一辈子做学问的态度 就是恕而不作 切笔为老棚 这是论语里面他指数的 那用在我们净土法门我们常常会这么说 因为净土法门的势力 境界因果 非常深邃深广 就是为佛与佛哪能究竟 九法及众生 凭自己的能力 没有办法信解的 所以这个法门 我们唯有佛才能做 如是正 如是说 我们对净土法门 佛言足语 能够理解到几分 就续说几分 所以这个 恕而不作在净土法门 尤其是一个 逢法住宿的最高的原则 不能自己另立章程 离经一致 变同魔术 怎么做到贤而有德呢 贤就是要贤惠哦 贤惠如果是女众 你就得 这个乾坤二挂呀 坤要柔顺 顺从乾德 如大帝 这个厚德 宰物 那这个 作为一个女性 她的柔顺 贤德 谦卑 赐口耐劳 母亲的特点 生于一切 这个德呢 原来鲁家讲三重四德呀 现在都批判为封建的东西 实际上三重四德 有它的道理 原来有一个福建的一个老居士 是一个念佛念得很好的 他每天真的是念到十万佛号 念的是每天 每天是早上两点钟 是佛号把他唤醒的 他这个八十多岁 我看他的样子就像六十几岁 身体特别好 因为他念佛还真的有功夫 他有一次就是做完百万佛号 他也参与了 他经验体会 他说我没有文化 但是我一方面 老是念佛 有一天到晚都是念 然后呢 他在行为上 他做到了三重四德 他能这样去做 这样去做 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实相念佛怎么念呢 这个你就很难去谈了 实相他离开怎么念的一个观念 能念所念都离开 所以谈这个事情还为时过早 你还是从当下支持名号开始 送戒的问题呢 是一般正常的都要去送戒了 但现在佛期期间呢 这就有点开源了 我们就把念佛 也作为送戒的一种表达形式 设心为戒 所以我们在佛期间 不组织送戒活动 弟子的母亲因不懂正确的修行 在自家打坐时突然着魔 有较长一段时间 自言自语 在和我们看不见的众生 有说有笑 要么就哭哭啼啼 夜里总被那些众生纠缠 母亲时常会被惊吓 灵魂多次被带走 到击打鸣时才有知觉 因此弟子的学佛 怒受到了母亲极大的反对 因为她害怕我不她的后尘 以至于不让我接触任何经典 请问该怎么样才能消除母亲的业障 因为只有母亲一念佛就头痛 弟子心里很着急 这个时代修行是容易稍有 知见不正 这个修行不能仰靠佛力 加批自己忙修下恋 就有可能出现走火落魔的现象 那肯定或者是附体啊 这个五音魔的情况 这些如果一旦磨入心服的话 也确实很麻烦 那从你母亲身上你就能看到 不是说由于你母亲出的这个情况 就不能修行 而是由于你母亲出的情况 告诉我们一定要仰靠佛地 一定要老实念佛 那看来她对净土法门 仰靠名号阿弥陀佛加持的这一点 她还是可能没有踏上这样的修行道路 如果踏上这个修行道路 阿弥陀佛有愿力 有光明 有名号加批 能念的心和属念佛号都有光明 光明有四十里着身 一切内魔外魔都靠不拢的 从这里我们要看到这个时代修行 唯有念佛为妥当 弟子的父母不怎么信佛 哥哥姐姐也不大相信 和他们讲佛教 他们要么不听 要么骂我迷信 最多听而不应 请问弟子 可以悄悄帮他们办一张皈依证吗 听说王人也可以皈依 所以弟子才有这个想法 你悄悄地帮他办 你能代替他吗 这个情况就作用不大 这个一定三皈依 是他内心要启动这种信心 这种善根才有作用 所以你还是把你的念佛的功德 给你父母回向 祈求佛的加持 等到他点头了 他愿意皈依了 如果特殊情况是地方很远什么的 你代替一下 还是有这个开放便缘 那如果他根本就是对佛教没有信心 你悄悄给他办 作用是不大的 在天一开示 西在净土文中 得些灵感 作二纪如下 敬请指教 凡圣不割 亦根思 能数是一 不是二 为心为物 不比真 心物本是一家亲 宇宙万物本一体 同体大悲观世音 本人是首次见法师尊隆 并听开示 法喜充满非常感恩 这是南昌的一个局势 看来你还会喜欢做点剂子 做点剂子 有点体会比没有体会好 但这个说这些话说得太滑口了 还倒不如好好念佛 最终真正心地 雾明心地 那这个初年吐气 它可能是另外有凡景象 在家念佛用畅念好 还是念自豪 怎样更得力更设心 有位居士两年前 突然空中有东西落在肩上 感觉会走动 无痛一样 而且感觉这东西在长大 但一到寺院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跟着感觉走 你这个感觉都是 很多都是欺骗我们的 你好好念佛 实行念佛 你就不要去 害怕这些东西 往往是疑心生暗鬼 自己心里照着出来 即便有外面东西过来 你只要老是念佛 这种外面来的东西都是黑暗的东西 你念佛就有光明 光明呢 就能够驱逐那些不好的东西 但有些附迪都会觉得 他为什么感觉到 念佛那个身上的东西 不让他念 这里面你得要跟他好好协商好 为什么不让他念 就是由于念佛他就难受 如果跟他商量好 通过念佛 佛光照耀 会让他到好的地方去 他接受了 很快你一念佛 他就会离开你的身体 弟子在家每天跪在佛 向前祈求阿弥陀佛加持 在我临终时预知实至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使报安详 坐着念佛走 站着走更好 这样求对吗 你求的不要那么具体 也不要追求坐着走 站着走 你躺着走 躺着你能走也了不起了 你就是祈求阿弥陀佛 灵命中时慈悲劫淫 阿弥陀佛自然知道会怎么让你走 如果你灵命中时真的生病了怎么回事 非得要坐坐 你只说这个坐坐就麻烦了 前几年在新加坡就有一个居士给我提问 说他们的祝念团去祝念 听那个观念 说躺着不能往生 一定要坐着往生 那好 就把那个病人折磨得够呛 人家已经病了 你健康人也不可能24小时坐着 更好一个病人 一个即将临终的人 所以人家就想躺一躺 躺一躺 这个祝念团说不能躺啊 躺着不行了 躺着不能往生了 又把人家扶起来 那你说这个东西 这个错误的之间 你让人家生大烦恼 这很麻烦了 连释迦牟尼佛都是躺着远吉的 怎么躺着就不能往生了 哪部经典说了躺着不能往生了 恰好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大部分还都是躺着往生 视线坐着的那都是很少 那大祖师可能是有这个 也不是所有祖师都视线这个 印光大师他是坐着走的 那站着走的我们看那就更少 居士里面就是王龙书居士 视线的是站着走的 那这个自古以来多少人往生 估计躺着走的是占大多数 问题是你躺着走 不要哎呦哎呦 不要求生弄鬼 能保持往生的正念 就了不起了 前不久都 前几年都有一个香港秉修宁在这里 实在是病得太厉害了 他就痛苦 这一痛苦再加上注念的可能注念都不得发 他就生大烦恼 这个烦恼生得太重了 真的不好 他就写条子 你们把大安法师叫了 我也挺忙 我已经看过他一次了 他第二次第三次还要叫我去 但我们还是尊重灵命中世 以这个要求我们不敢怠慢了 那我就去了 去了都一去 基本上歇世底里的跟我说 你们不要念了 我不往生了 你说这个搞得他不往生了 发了一个不往生的愿 这么麻烦的吗 反文文字性 文字性该怎么用 请教一下 舍受用根 我们该怎么舍怎么用 这个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圆通 耳根圆通就是反文文字性 怎么文呢 就是入流望所 先做这个功夫 就是我们的耳根历来 都是听外面的生成声音 这个六根有时候叫六入 六入它就本能的会录到六层里面 六层那就是色身香味煮法 这个耳根是对于那个声音 它这个耳根耳湿去闻那个生成 这是捏地凡夫正常的现象 也是本能的这种驱动 所以我们享受五欲 其中有个欲就是声音 所以我们耳道喜欢听美妙的音乐 听这个听那个 那都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现在要知道我们听外面的生成 有能听有所听 又有分别好听不好听 这些我们都在这里被它控制住了 声音说你夸赞一下 你笑得像朵花 骂你一句马上就瞪眼睛 实际上你想一想 它这个一个声音 通过气流的空气的传播 就是一个空气的震动 这有什么东西啊 但你就要分别它 于是引起很强烈的情绪反应 说骂你是石头猪 你真的是石头猪吗 但是你就不高兴 说你是大菩萨 就很高兴 那你真的是大菩萨吗 你还不是一个凡夫吗 所以这些都是这个 现在要想到要把这个闻 闻外面的声音要旋转过来 原来是颠倒的 旋转道文机 那闻什么呢 闻自己能闻之性 这个能闻之性 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 那个自性 那就是耳根的问题 不是耳师的 师是分别的 对这个声音要分别 好听不好听 骂我还是赞叹我什么 你这个闻性 它是不会随着我们的生灭法而去生灭 所以反问文字性 性成无少道 你先要物证这个不生灭的闻性 你用这个不生灭的闻性开始来修 就能修到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果 所以这个他就是路流 路法性之流 忘记外面的深层之俗 在路流的过程当中进不深入 那就是断六 断六节正三空 最后空空一空击灭现前 就切证到无神法人 断六根也就是这样 这个五根 它都是它的本性 都是原通常 但它显现的那种 在十八节里面都是识 都是分别 都是执着 所以要舍这个分别执着 回归到根性里面去 这能言经不断地去阐述这个道理 念佛唐念佛 关于念佛的问题 这几天大家已经念到了一半多了 现在已经十四天了 这个还剩了最后一周 希望大家还是要精进半道 往往是念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一些懈怠放逸 其实我们每天都要警觉自己无偿迅速 你打二十一天佛期 如果还是泛泛悠悠 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各个堂口的念佛 总的来干还念得不错 但有一点还要提醒一下大家 可能这个呼吸的这种运用训练 还是要加强 仔细分辨 分辨还是有不少的人 是用胸腔的去去念 一句符号还是有停顿 这个拿摩停项 阿弥停项 还是有这个现象 倒不是很普遍 但至少有部分还是这个 出现这个现象 那就说明他没有深呼吸 东宁佛号要念出他的味道 一定要深呼吸 把这颗气吸到腹部 吸到腹部 而且吸充分 吸完全 那这个肚皮基本上是骨的状态 然后你念的时候 一定要收腹 把腹部收紧 把这个气念上来 这样你就是 一方面能够生成哀量 第二是能够借这个气 收拾心 不至于有妄想杂念太多 第三 你只要调动丹田的气 就能把我们生命的潜能 给他唤醒 特别是女众 你如果按你的胸腔去念 你一念出来就是女人的声音 肩膏 如果你用丹田的音识念 那一念出来都像男人的声音 你当下你就在转女成男 所以这个呼吸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仔细地去思维 如果大家觉得还很难转握 你可以请教一下 那个副法团的杨老师 他是搞音乐的老师 他能够把这个呼吸 怎么让那个深呼吸怎么出来 他一念真的就是男人的声音了 那这个去请教一下 希望我们下这个 还有男重 甚至男重有时候都是拿摩停一下 阿弥停一下 根本就没有把深呼吸重视起来 那么我们各个堂口的约重 也一定要 你中间的停顿 一定要六秒到七秒 一定要完全 那其实约重 你首先就要以身作则 你要深呼吸 你才能把这个节奏把握住 让大家真的是 你这样的深呼吸下去 又能够提福 把这个上来 那基本上那种深沉哀量 回肠荡气 那种感觉就能出来 就能念得乏喜 时间也过得很快 而且也不会累 那么阿弥陀佛 好 今天晚上我们来回答问题 看看这里 谢谢大家